令人回味的搞笑穿帮剧?是导演疏忽还是技术缺陷呢? 陈晓,父母已经在我出生前就死了。 鼓励那渣的功居然嫌和剑都省了,导演也太抠了吧,直接用特效来补啊。 为什么杨幂自尽的时候胸口一点血都不流啊,倒是在伤口上方有几滴血,这是啥道理? 这是录了啥?古时代就有这么高级的文凶了?不是肚都吗? 原本没有后座的自行车,这位娘娘是怎么坐上去的?是坐在车公路上的吗? 陈伟霆霸道扑倒流失失,据说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找到这张图的穿帮所在,实在是太隐秘了。 由孙力陈晓,领衔主演,和润冬活不过十六集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元》,周莹和吴辟在街上看望死去的难民。 这年头,演个死时也不容易啊。 三生三世中,迪丽热巴已经竟然破裂,看到了古代就时尚的妹妹。不都应该是穿红色的肚都搞的吗? 。 楚桥转斗胶的身后露出了一个现代吊机。 刘亦飞在空中翩翩起舞,不慎露出了钢线,实在是大厦风景呢? 公所珠莲中里尔穿的不是双高帮Nike吗?太新潮了。 。 薛平贵与王宝串右边的那个士兵真有意思,吐吐舌头,再来一笑而过,还有左边的看板也太亮了,让人无法忽视呀。 。 一扑二组中,女主拨打完号码靠在脸上,可是很清晰的镜头,差不多十多秒,苹果是在功能表列,导演和摄像大神,你们在想什么? 。 新风神榜中,宙王和达吉正准备风花雪月,但是床头放着一包烟是什么情况,难道宙王也有饭后一根烟的习惯? 。 好一个沾满了泥,洁白无暇,当大家都看不到吗? 。 我的前半生贺坛与亚当在酒吧喝酒,没一会儿便受到唐晶的来电,注意看这时候手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是15010182419,但是唐晶他也接到了贺涵打来的电话,而手机上显示的贺涵的号码居然也是15010182419。 两人居然是用同一个号码呢? 《神雕侠旅》中,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和黄晓明饰演的杨过在湖边深情对望的时候,远处的山腰上,一辆火车恰好经过。 参考来源